今天是8月18日 是上年的第20周星期二 天主圣言是抗疫中的希望 亦是我们每日生活信心和力量的传绝 有一样就是细心聆听 顺着今天截着《玛丽福音》第19章 跟我们讲说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父有的人难尽天国 我再告诉你们 骆驼穿个针孔 被父有的人进天国还容易 门徒们听了就非常惊异说 怎样谁还难得救呢 耶稣注视他们说 为人这是不可能的 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 那时候伯多禄开口对他说 看下我们舍了一切跟随了你 那么终于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跟随我的日 再重新的世代 人只在在自己光明的宝座上时 你们也要在座十二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支牌 并且凡为我的名 写起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 或父亲或母亲或妻子或儿女或田地的 必要领取八倍的赏报 并承受永生 有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 而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 财富本身不是邪恶的 在旧约和新约当中 都有提到财富的一个祸害 因为一旦我们拥有太多财富 是很容易令到人疏忽了天主 因此耶稣告诉他们的门徒听 富有的人是很难进天国 不是说他们不可以 是难而已 只有将天主放在首位的人 正可以进入天国 门徒的他们很惊讶 那谁能够得救呢 可能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因为我们总以为 拥有一些财富的人正有安全感 所以有时慢慢都逐渐了倾向积聚财富 那就很容易忘记了 其实所有一切都是天主赏赐给我们 我们只是为了天主管理财保 而所有的财富都应该应用于 去服务其他人 以及为人的好处 耶稣为了我们人的好处 要请我们看清楚财富的本质 祂希望我们不要害怕失去财富 我们只需要关注祂赐给我们 灵性上的益处就足够 天主答应供应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在接受耶稣的忠告之后 就会发现原来天主 其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 我们要呼求圣神帮助我们明白 所有的物质包括金钱、技术、才艺 学识社会地位或者财富等等 都不会令我们得到幸福真正的快乐 也不能使我们和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 和喜乐比较 这份满足和喜乐 是比世界的财富更加有价值 就是基督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说到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 有一次在班上堂的时间 有做学生在科堂的时间被老师问 究竟你们心目中认为现在世界上有几多大的奇迹 或者七大奇迹 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列出来 那你同学立刻想一下 记得一个方面 综合来说大部分的同学认为七大奇迹 第一包括了拉及的金字塔 印度的坦基陵 美国的大峡谷 巴拿马的运河 美国的帝国大厦 罗马的圣派多禄大殿 中国的万里长城 当老师在收学生的问卷之后 其中有个小女孩还未交 老师就问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帮到你 小女孩就说 是的 老师 我有少少的问题 因为在我脑海里面 有很多世界上发生的奇迹 但是我不知道 决定哪七样东西正好 老师就说 没关系不要紧 你告诉我 你想到什么 你就写出来 有需要我帮帮你 这个女孩就犹豫了一阵 然后就说 好 我觉得世界上 有七个大的奇迹 就是第一 我们能够看到世界上美好的事物 能够to see 看得到的 第二样东西呢 我们可以听到 那些鸟 雀 雀 那些虫 那些发声 和他们很开心的一种歌声 to hear 听的 第三呢 奇迹就是 我们能够触摸到 一些新奇有趣的事物 to touch to touch 第四呢 就是我们能够品尝到 一些美好的食物 to taste to taste 第五呢 我们可以感觉到 亲友之间的关怀 to feel 第六呢 我们可以随心所有笑 to laugh 第七呢 我们能够爱和被爱 to love 当他讲完了之后 整间课室都静了 静了 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时我们就忽略了 一些最简单 最平凡的 真情实感 那么我们求主 给我们这份的恩赐 我们一起祈祷 人质的上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能够看 能够听 能够触摸 能够品尝 能够感觉 能够笑 能够爱 你是天主 永生 永皇 阿玛 OK 祝福大家 珍惜 善用 天主给我们的生命 去光明天主 天主保佑